说起江一燕,很多人的第一印象是文艺女神。 她常年坚持摄影、制教、长相清新和人,是许多人心中女神的模样。 但在她的光鲜外表背后,却隐藏着一段隐秘的混乱情绪,甚至有人评价她是白莲花。 房间传闻,江一燕曾以第三者的身份,插足国内某知名大高企业老总的婚姻,并且成功上位。 近日,有媒体拍到这名老总,在深夜带着一位妙龄女兰回家,曾经第三者上位的江一燕。 一次被绿了,这名富豪名叫罗红,据传身家又失忆。 创业之前她负债累累,一度生患意女郁症,在妻子王荣明的帮助下还清债务,成功创业走上人生巅峰。 原本妻子为她生了两个儿子,一家人幸福美满,但江一燕出现后,这段婚姻走向了悲剧。 起初,江一燕只是代言了这名老总公司旗下的蛋糕品牌。 随后,很快被传与老板有不正当关系,虽然双方都没。 承认,大养人恋爱的蛛丝马迹越来越多。 比如他们在博客上发出的摄影照片,场景相似度非常之高,几乎可以证明,他们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进行摄影工作。 2013年,江一燕对外承认,自己已经有一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